该怎么放 怎么放 在这里吃还是在这里吃 自己加醋 自己加醋 要花加醋 皮 走到外面去吧 人太多 外面吃说了自己加醋 我们给它拌一下 今天吃了一顿米皮 好好吃 比什么三西的凉皮 三西的大刀凉皮好吃多了 边拌边流头水 又香又辣 来点臭骨的 看我身后这么多人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钟了 这不是饭点的时候这么多人吃 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肯定是好吃了 说真的我来贵州这边 贵州的菜不是每一个我都能适应的 但是这个米皮是我真的喜欢吃的 比陕西大刀凉皮 比这个好吃 这个米皮可能是当地小吃 算是便宜的了 8块钱一份 我这一天吃的小吃都10个块钱一份 如果你要重口味的话 你可以放点辣 还有这个米皮 这口感非常肉头 就是柔软肉头 我感觉里面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了 好点好多了 还有鸡肉鱼 我看有一些是烤不中的 吃了呀 董花棉 太贵了 真的要吃米皮 其他的好吃 我都觉得比辣子自己好吃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辣子 这个米皮吧 又剪裁 又装口 又装口 你现在不太有感觉了 我不太喜欢吃辣子 会不太有味道 明天能不能给这个颜報告 我看黑了 人家的热片有高照 好棒 下巴 董花 他真的要吃 Treasury 就是生意火爆的 已经房间里面没有位置了 桌子都摆在外面 椅子都摆在门路上 火爆到这个程度 而且都是本地人在吃 你看一下 吃到后面的时候 这里面全是红油 还有鸡丁 越吃到最后越香 因为它是料足 我删两下就把它吃光了 这个鸡丁 有点辣子鸡的感觉 反而鸡肉 被红油超好吃 厚味 吃的干干净净了 碗底都干净了 包括那几个大菜丝被我挑吃了 别的不说 就是说贵州的米皮一定要来吃 我面可不吃辣子鸡 我都要吃一个米皮 又好吃又便宜 你们要谁来玩的话 可以挑一个人多的店 因为一般都是人多 生意好的 它还是好吃 下午两点钟 这个时间段了 还这么多人 它还是好吃 我那天在餐厅里面吃 在饭店里面吃的 吃辣子鸡 送的辣子鸡套餐里面带的米皮 那个就超好吃 今天吃的还好吃 一家一个味 但是大同小异都不太 八九不离十 够好吃 主要是它这个米皮 口感非常好 很肉头柔软 就是没有添加万七八糟 它们焦不焦的 我这吃起来口感好 所以我建议你们来了贵州 一定要吃米皮